他叫李海苑,1919年出生于朝鲜王室,他是朝鲜高宗孙女,一亲王李刚四女。 在他出生九年前,即1910年8月22日,日本军队包围了汉城王宫,强迫纯宗李他任可日韩合并条约,正式吞并了朝鲜,李只没有儿子,直到叙事西夏也没有一儿八女。 在日本占领期间,李氏王朝宣布纯宗弟弟李银为王储,日本人强迫李银跟一名日本女子结婚,他们唯一活下来的儿子李九,一直命途多传,2005年死在日本,并没有留下子嗣,李海苑加冕李海苑的父亲李刚。 李刚,他也是纯宗李旨的弟弟,李刚算是个较有血性的人,曾深感亡国之痛,一边韬光养晦,一边暗暗等待复国机会。 1919年,朝鲜反日爱国人士,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,李刚非常兴奋,着手秘密爱逃,结果逃跑过程中不幸被捕,出逃计划破灭。 因为李刚是王族,事后日本为对其下毒手,只是严加管束而已,出逃未遂的李刚,尽管受到日本人严密监视,但是他进行消极抵抗,坚持拒绝使用日本式姓名。 李海苑又年时在云县宫生活,荆棘女高毕业后,与一名贵族子弟结婚,并育有三子一女,1945年朝鲜光复后,在美苏操纵之下朝鲜半岛撕裂。 三年后,朝鲜南部成立大韩民国,首任总统李承岚,没收了王室大部分财产,当时李海苑丈夫也在战争中失踪,家庭生活陡然陷入,困窘之中。 60年代初,调正西军政府上台后,切断了对王室的生活补助。 作为朝鲜王室的后裔,李海苑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,李九祭祀斗转星移。 2005年7月,朝鲜王室继承人李九去世,李九养子李源即位,称皇四孙。 此举遭到了李海苑和其他王室成员反对,理由是李九生前并没有正式在法律上收养李源。 李海苑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继承人,无论别人说了什么,我都是正统。 李刚的后人们也纷纷表示,愿意拥立李海苑为女皇,因为她是李氏朝鲜王室中最年长的。 一年9月29日,朝鲜王室50多名成员,宣布87岁的李海苑为女皇,并在汉城一家旅馆居行了加冕仪式。 一世上,李海苑身穿绣花金色长袍,接受了镶嵌宝石的王冠,还登上了龙椅,这把龙椅是从电视台借来的道具。 李海苑一脸严肃地说道,我郑重宣布,从今天开始,我将有权代表王室并指定继承人。 李海苑自称大韩帝国女皇,她号召散居各国的王室后裔,要为恢复昔日王朝的辉煌而努力奋斗。 一世结束后,她前往父亲义王的墓前磕头并献花,这一事件被媒体披露后,韩国民众多报以比较宽容的态度,认为朝鲜王朝复辟只是象征性的,应该不会引起什么问题。 韩国政府也认为凡在法律范围内活动,是不会干涉的。 朝鲜王室复辟一事,很快就被公众淡忘。 了,2017年6月,韩国媒体刊登了一则消息,法院在李海苑和儿子们上诉的土地纠纷一案中,判决母子四人一方败诉。 该案中,李海苑试图讨回一块再延洗洞,共有万余平方米的土地。 而该地曾在1948年为其丈夫拥有责任。